莎拉扶着腹部中枪的胖子敲响了一家人的房门 这位老太太B没有丝毫犹豫 不仅接纳了他们 还熟练地为胖子取出了子弹并且缝了线 手法之熟练并没能吸引莎拉和哥哥的注意 他们更在意的是另外一件事 那个带着他们所有抢来的东西的人去哪里了 这是他们第一次做案 目标选择了酒水店 四人单纯地以为这次能相当顺利 但是进展却永远出乎他们的意料 那个晚上看店的人竟然带了一把枪 胖子给了店员一枪并且中了他一枪 他们的逃亡简单粗暴 但这次相当冒险的行为却给他们又增添了不少麻烦 负责拿钱袋子和医药箱的那伙 竟然在他们进着房子之后就不进了 他把他们全都卖了 不过刚刚在酒水店发生的事情 让他们的大脑有点充血不足 智商无法占领高地了 这户给他们开门的倒霉人家除了B之外 还有他的年轻孙女在 除了对枪伤一个字都没问之外 这对祖孙看起来还比较正常 B还态度良好的接待了他们 他还对莎拉讲了一个故事 B在小的时候雄过头了 老在园子里摘柠檬 因此通过某种特殊方式把他爷爷给坑过世了 然而从此之后B就更喜欢柠檬和柠檬水了 B的孙女大卷是一个有些朋克的少女 但是他又给人一种很抑郁的感觉 大卷跟莎拉的老哥平头透露 自己其实会算命 不仅能算出平头小时候养的狗的名字 还能知道他过去非常隐私的事情 隐私到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是 老哥有一种被人彻底看穿的感觉 所以怒火中烧 但是因为他们还是得隐蔽 所以他也就没有追究大卷的这种行为 然而这时 电视铺天盖地的宝道 把他们从来之不易的安稳中再次带了出来 他们的业余又再一次把他们带入了尴尬的境地 他们没蒙脸 再加上对电源开枪 警察很快就锁定了他们 并且开始在整个地区通缉 这些也许不是最可怕的 更可怕的是 这条新闻竟然被B和他的孙女看到了 莎拉惊讶地看着自己的哥哥 不相信这个男人 竟然能这么顺畅地掏出那把手枪 并且一脸镇定地威胁这位老太太 很快 在老哥的威胁之下 老太太和大卷决定闭嘴 莎拉觉得 她要是之前去酒水店的时候 就这样的话 也许都不会扯出这么多的事 他们在犯罪 但是他们自己不觉得这种行为 非常的过分 莎拉觉得只有这样的方法 才能有足够的钱 拯救他们病重的母亲 莎拉是整个团队里最没有主意的人 她知道他们的运气相当不错 现在只需要等胖子的伤养得差不多了 他们躲一段时间再开车离开这片区域 莎拉和老哥坐在胖子的身边 等着他苏醒 还没坐一会儿 他们就感觉到眼睛一胡 脑子一晕 这对祖孙就站在他们面前 露出耐人寻味的表情 是他们之前喝的柠檬茶 被动了手脚 老实说 莎拉有点后悔了 就算他们带了枪 也不能在人家地盘这么嚣张嘛 怎么知道人家也让他们进门了 虽然这两位三令五三 他们绝对没有报警 但是莎拉知道这应该是假话 就算他们没有报警 他们除了给他们下毒之外 还对他们的身体做了不少手脚 毕竟刚刚老哥起身的时候 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悬晕 但是他很快就恢复了常态 并且叫莎拉去外面将车给牵好 莎拉现在变成了一只惊弓之鸟 眼看着大卷直接来到了他的面前 并且直接接近他们的车 莎拉拔枪指向他的瞬间 他只是把布给盖走了他们的车上 莎拉觉得自己实在是太鲁莽了 因为相比于大卷 好像他还更不沉稳一些 很快 警笛逼近 他们二位果然和之前说好的一样 完全没有暴露他们的位置 即便大卷很紧张 但好在能在警探面前蒙昏过关 到现在为止 这两位无辜者的反应 依旧没有让他们两个觉得奇怪 为什么他们愿意帮他们 为什么不在他们婚室的时候杀了他们 为什么警察来了都不找他们求救 他们将这一切的发展归结于 他们有枪 他们很凶神恶煞 所以这一对祖孙很怕他们 然而 明显处于主动地位的莎拉老哥 却在梦里发现了惊悚一幕 他梦到他变成了孤身艺人 除了他之外 胖子也好 莎拉也好 全都以一种极其可怕的死状 死在了这房子里 这是他的梦 还是预言 他完全分不出来 好不容易度过了惊魂一夜 来到了白天 在莎拉和老哥的紧张等待之中 胖子终于醒了过来 他是团队里最凶残的人 同时也是最倒霉的人 他是唯一一个开枪的人 也是唯一一个中枪的人 关键是 那个背着钱袋子的人 还给跑了 这白宫打得他是火急火燎 一脑子的愤怒 简直不知道找谁发泄 于是胖子竟然盯上了 他的救命人人B 大卷上楼上厕所去了 莎拉老哥气急败坏地表示 如果大卷不能在两分钟之内下楼 他就要心狠手拉地 对B下手了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大卷在楼上一直都没有下来 B用最大的声音倒数了20秒 楼上的大卷却对祖母的性命 舞动于衷 也许他早就确信 他们这帮憨贼 根本就不敢真的开枪杀人 果然不出大卷所料 莎拉的老哥拿着枪 也完全下不了手 甚至还哭了出来 看着他这情绪崩溃的样子 就知道大卷的猜想没有错 然而这个时候 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没良心的胖子夺来了枪 直接打在了救命人的额头上 莎拉与老哥都被吓尿了 眼泪鼻涕乱流 全身上下已经动弹不得了 然而无论是之前的毒秒 还是强声 都没能让大卷从楼上下来 特别是 他的祖母现在已经变成一具尸体 他还是无动于衷 莎拉和老哥认清了一点 他们这帮人中间的疯子 一直只有一个 那就是胖子 让他们很不理解的一点是 大卷被胖子待下楼之后 看到B的尸体 竟然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就连胖子吩咐莎拉老哥 将尸体给放到车库 他也毫无反应 顶多翻了个白眼 事实正在一步一步被揭开 等他们发现真相的时候 也许会因为受不了那恐惧 而集体自杀 除了对祖母被杀 无动于衷之外 他们家的厨房空空如也 冰箱也空空如也 空的就像一间样板房 根本就不像是 住了很多年的那种房子 大卷淡定地坐在 萨拉老哥的对面 跟他们说 不管你们走不走 你们今天晚上都会死 除此之外 萨拉被一种奇异的力量 指引到了房子的后院 她在一个埋得不怎么深 甚至很刻意的一个箱子里 找到了一幅被撕碎的小孩画作 和一个娃娃 而最可怕的是 这娃娃的一只眼睛 是用胖子身体里 取出来的那颗子弹做成的 哪怕发现了这么多的疑点 他们竟然依旧认为 这个地方是一个 非常好的藏身之所 他们决定再等到晚上 再找机会离开 本来主角团可以三人全身而退的 毕竟除了那个已经疯了的胖子 萨拉和老哥对做 这抢劫案是有正当理由的 萨拉还做着这样的春秋大梦 大卷只是和她单独聊了个天 这样的妄想就被彻底打碎了 大卷问她 相信上帝吗 那既然你都相信上帝了 你也应该相信恶魔的存在 上帝一直都说 恶魔是一群长相丑陋 做事鲁莽的人 她一直都在说谎 就像你一直相信的东西 一直都在骗你一样 萨拉一直相信的 就是哥哥是出于 救重病老妈的目的 才做这档子事 但是胖子却告诉她 就像大卷说的一样 老哥一直都在骗她 她从来都没想过 要拿这笔钱去救他们俩的妈妈 她的飞机票都已经买好了 立刻消失 知道这一点的萨拉气急败坏 她现在只想开着这辆车 把这两个倒霉鬼 还有那个神经兮兮的大卷 都留在这栋诡的房子里 让他们自生自灭 然而她的计划又没有得逞 因为这车根本就没有油了 失望之余 她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 她拿到了那个 卷走他们所有钱的同伴 留在车上的那把手枪 这把手枪成了后面的发展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具 没有将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 毕竟现在这个空间里 已经没有哪一个人 值得她信任了 胖子和沙拉老哥的嫌隙越来越大 两人的想法出现了巨大差异 一个准备继续留在这里 只要能控制大卷 这里绝对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藏身所 而胖子却坚持今晚之前必须离开 不过车没油了怎么办呢 胖子决定躺在车后排 大卷开车去加油站加油 沙红眼了的胖子 还是不觉得大卷有什么问题 一如既往地用她撩别的妹子的话 撩大卷 大卷的油门踩得特别刻意 在胖子没反应过来的情况下 车子就已经抛锚了 很快 一辆路人的车接近 这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了 所以胖子心里期待开车的司机 从来都没有看过新闻 也没见过警察在电视上 不停地放出他们四个劫匪的照片 大卷竟然配合着他帮他圆谎 而这司机也相当听话地 往大卷的家的方向开去 很可惜 即便是大卷三令五山两人是普通情侣 这两天才搬到这边来 这个老司机也没买账地 很快就把胖子给认出来了 他想下车 他报警的动作实在是太明显了 而且怪他下车的时候没锁门 总之还没打通电话 这已经被胖子找准时机over了 这短短两天时间 接连这样的遭遇 大卷这样一个年轻妹子 却面无表情 心无波澜 眼看着胖子再次作妖 还是乖乖地跟着他回到自己家了 这种奇葩到不行的人 主角团竟然到现在了 还不怀疑他有问题 我实在是被他们的反射狐给感动到了 沙拉虽然只用了30分钟的时间 就原谅老哥了 毕竟现在钱都没拿到 胖子那样说 说不定是纯条不利剑 围经之际还是赶紧离开这里为妙 所有的事情在这个夜晚彻底发酵 沙拉的老哥的幻觉越来越厉害 而胖子的枪伤明明已经缝现了 可现在竟然莫名其妙复发了 胖子准备用枪了结了 本就不应该参与此事的大卷 但是越接近他 枪伤传来的疼痛就越明显 疼痛已经让他无法思考 他立刻闯进了厕所 在沙拉不停地拍门身中 他发现枪伤处竟然钻出来了一条蛇 还没等他掐住舌头 他就因为剧烈的疼痛跌倒在地 幸亏沙拉没看到他的死状 老哥依旧主张要把小卷捆起来 但是沙拉把他放了 就这点彻底惹怒了老哥 毫无疑问他已经发疯了 自从进了这房子之后 他的弱点就已经被拿捏住了 他被悟上了一只眼 并且开始凶神恶杀的满屋子追上沙拉 沙拉的确是他的妹妹 但同时也是他最恨的人 从小的时候开始 他就一直得到大人的偏爱 而他不过是一个无聊的陪衬而已 这诡异的房子 让他的仇恨被开发到了极点 所以他想杀的人也只有沙拉 沙拉在房间中瑟瑟发抖 大卷也决定不装了 摊牌了 自从这几个人来了之后 他早就准备好了这一切 包括这只巫毒娃娃 在沙拉老哥惊讶的目光之中 大卷淡定地告诉了他一切 这三个天真的人以为 这里是他们这帮抢匪的藏身处 但更是他大卷的藏身处 他从1896年的时候就住在这里了 所以B根本就不是他的祖母 只不过是因为他作为魔鬼 不老不死而已 所以他就抓来这附近的熊孩子 让他们陪在自己身边 B只不过是最幸运的一个 被大卷选中成为了大卷的保姆 一直负责照顾大卷 几百年之前 还有一帮猎物会或者是异教所 在寻找他的踪迹 随着时间过得越来越长 找他的人越来越少 他也从之前不断地逃离躲藏的生活中 换成了现在的安稳生活 这就为了出现 只不过是给他这个漫无边际的生活 找一点乐子而已 如果他想证明什么 就是他想向上帝证明 处决坏人恶人也不光只有耶稣能做 恶魔同样也能做到 恶魔的手段更加丰富 他们乐于隐藏在这些坏人里 等到他们毫无顾忌的时候 再给他们致命一击 这难道不比单纯的正义审判更爽吗 或者说干脆用他们最恐惧的东西 给他们致命一击 乌毒娃娃的四肢和脑壳被扯得稀碎 对应的沙拉的老哥也终于被处决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了 沙拉 沙拉走到了宅子的地下室 他发现了很多东西 统统属于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力量 诅咒与恐惧 这里的设备都是几百年前的产物 上面详细记载了人体的结构 与施咒方式 大卷从楼上缓缓地走了下来 他一直认定 他与沙拉的相遇是命运的指引 比足够老了 他早就想找一个新人 这个时候 罪孽深重却又残留善念的 成年女性沙拉就出现了 大卷本来是决定 把他代替成自己新的保姆的 可望望的轻敌了 对战期间极其草率 于是被墙上的骨头给取了性命 沙拉还不忘不及父子 邪神真的死亡了吗 我不相信 毕竟沙拉这么大一个 罪孽深重的人还活着呢 他竟然没从地窖里出去 反而往地窖更深处的密道走去 里面住着一只怪物 这只怪物宛如一只猛兽 吃的都是周边森林里的动物 在他的魂魄 要被怪物吸收的刹那 他将枪放进了自己的口腔 半天之后 警察终于赶到了这宅子 发现了沙拉老哥和胖子的尸体 除此之外 第三名嫌疑人和第四名嫌疑人 怎么着都找不到 他们甚至带着警犬 将周围都挖遍了 也没找到二人 地区招来了能叫来的所有特警 他们各个全副武装 冲进了这间受到诅咒的空屋 至于某个不知情的熊孩子 则一如既往骑车到了偏远森林中 他发现了一个年轻女人 站在一边召唤着他 很显然 那个一开始跑掉的第四个团伙 就是出现在最后的那个怪物 他们一早就被算计了 拥有这样的结局 也算是他们四人最有应得 整个设定虽然非常巧妙 但暗示也足够云里雾里 主剧团没反应过来 也不能怪他们 只能说他们足够聪明 也不可能落到恶魔的手里了 总体来说 是一部非常不错的抗道片 恐怖程度也不算太高 有兴趣的各位观众老爷 可以找原片看一下 还是比较解压的 本期节目就要记得 老喜欢我的视频 期望几点凭什么关注哦